某种意义上说,拜登其实比特朗普更加混账和恶毒。 特朗普在台上的时候,光能政大地高美国优先,为了美国的利益,各种挥舞着制裁大帮和关税大帮,管你是对手还是盟友,统统敲一遍。 可是轮到拜登上台后,类似的话倒是不怎么说了,但是比特朗普更无耻的是,拜登几乎算是一件都没有少干。 远的我们就不翻了,咱说几件最近发生的事,一、欺骗韩国背后捅刀。 韩民族日报带着很大怨气,发布了一篇报道,放弃中国市场帮助美国重组供应链,美国却在韩国背后插上了一刀。 这是说的什么事呢?事情要追溯到吴越,当时尹西越政府刚刚上台,为了讨好美国,就非常积极地响应美国清楚心血推进的供应链重组。 积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和芯片四方联盟。 当时还有一个细节,韩国总统尹西越跟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会晤,而且气氛融洽地共同宣布建立经济同盟。 可是一百天还没过去,拜登就在八月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。 这份法案让韩国政府和汽车业界对此感到十分气愤和尴尬,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要收割韩国的汽车产业,其实稍微动点脑子都不至于干出这样的事情来。 毕竟美国是超级强国,需要你一个小小的韩国帮助,真的是不自量力。 二,美国一通电话,韩国损失50亿美元。 拜登政府曾在今年六月,说服原计划在韩国投资设厂的台湾半导体企业,将规模高达5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,成功从韩国手中抢走,引发了舆论争议。 美国政府正在将韩国视为竞争对手,接连采取排韩措施。 这又是在说啥事呢? 原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9月6日接受了专访,他透露称,今年6月与全球第三大硅金源生产商,抬起环球晶圆控股CEO徐秀兰通了约一个小时的电话。 当时环球晶圆正考虑在韩国投资设厂,但在接到雷蒙多的指通电话后,却转而做出对美投资的决定。 关键是徐秀兰曾在电话中向雷蒙多表示,在韩国开设工厂,所需费用仅为在美国的30%。 雷蒙多听后则表示,美国也会调整到这个价格。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,韩国又被坑了一次。 环球晶圆方面正式公布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设新工厂的投资计划。 投资规模高达50亿美元,将创造1500个工作岗位。 事情虽然过去几个月了,但是曝光出来,让韩国人更加恼火。 可是恼火有啥办法呢? 老大吃定你们了,就是生生地从韩国手中抢走半导体投资项目。 三,美国疯狂收割,日元跌麻了。 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小弟,在欺负小弟这件事上,美国是努力地做到了一碗水端瓶。 不仅仅要欺负韩国,也得欺负日本。 所以9月7日,东京外汇市场显示,日元贬值突破1美元对144日元关口。 创24年来新低,日本财务大臣林木俊一表示,正密切关注日元疲染的负面影响。 说白了也只能关注一下了,毕竟日元如此贬值,就是美元在收割,可是日本人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办法。 更尴尬的是,还有日本前高官把日本的底牌给扒开了,美国人不同意。 所以日本政府很难介入。 翻译一下就是,美国人知道美联储持续加息,投资者加速抛售日元。 日本人也知道美国人在收割日本,知道这种行为持续下去,就会进一步推动日元贬值。 可是日本人就是不采取相应的措施。 即便民众感到活不下去了,但他们哪敢违背美国人的意志。 所以美国还管你盟友小弟,自己活得凡事有点不舒服了,就要疯狂收割自己的盟友和小弟。 因为这些国家收拾起来,顶多发出几句抱怨,他们是不敢发火的,更不要说采取什么行动了。 也正因如此,美国人才会如此肆无忌惮。 四,如果说现在正在发生一场血腥的货币战争,似乎没有人相信。 然而大家看看,从英镑到欧元,再到日元和韩元,都在大幅贬值,而美元却在大幅升值。 这不是货币战争是什么?可以说在这场战争中,美国人得到的可能比在俄乌冲突中得到的都多。 目前许多国家都已经坚持不住了,其中斯里兰卡已经第一个倒下了。 不过美国对此不屑一顾,因为这个国家的体量太小了,根本就不够美国资本大鳄饱餐一顿的。 美国人的目的是韩国日本这样体量的国家,最好是俄罗斯或中国倒下,美国就能饱餐一顿了。 实际上这一幕已经发生过多次,这回也一样美国又在顾忌重演,在美国不断加息的背景下。 英镑、欧元、日元、韩元跌幅都越过了10%,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之前一直比较坚挺的人民币,最近也开启了新一轮的快速贬值。 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贬至6.91左右,很有可能破期。 虽然人民币整体下降的幅度并不大,但是由于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,因此这种跌势已经引发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。 更让他们不理解的是,在各国纷纷加息,以对抗美元加息的时刻,中国却意外地降息了。 8月22日,中国央行调整一年期,LPR为3.65%,五年期以上为4.3%,分别较前置降低了5个和15个基点。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,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却发出了重磅鹰牌信号,将继续对美元大幅加息。 可能在加息125个基点,而且越快越好。 由于美联储加息的真实目的,就是要让国际资本加速流到美国获得更高的利息。 因此各国就通过加息,来阻止和留住这部分国际资本。 但是中国却在降息,难道说中国就不怕资本流出吗? 实际上如果说一点都没有流出,那是骗人的。 毕竟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,哪里的利息高,他们就流向哪里,这完全不受人为的控制。 但是中国降息也有自己的理由。 一是保经济,二是提升出口。 今年中国的出口却出奇的好。 这也亮下了美西方国家的狗眼,让他们企图遏制和封堵中国的企图彻底破产。 因此在美元大幅升值的同时,如果人民币也加息,那么人民币就可能保持于美元汇率的稳定。 但是却等于同步对欧元等西方国家货币大幅升值,这不利于中国中低端商品的出口。 最近欧盟和俄罗斯的能源大战正在继续升级。 欧盟能计划对俄施加第八轮制裁,目标是俄石油出口。 其国集团财长在两日开会时,将讨论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的提议。 但是俄罗斯副总理纳瓦克已经明确表态,如果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石油限价,俄罗斯就将进行彻底的断供。 这个结果估计欧盟承受不起。 目前由于能源价格暴涨,美联储激进加息以及全球出口市场,需求急速放缓的三重压力。 德国的工厂正在苦苦挣扎,已经出现席卷全国的官场潮。 德国经济正在面临着一场完美的关门风暴。 可见美元走强之时,倒下的并不一定是卢不合人民币,发达国家也一样难以幸免,如今偶远。 英镑、意大利里拉都在报受摧残。 然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却还在沾沾自喜,他声称当看见强势美元时,你们就准备哭吧。 不过现在看来,鲍威尔自信的过早了,因为美国自己也难以幸免于难。 如今由于俄乌冲突,已经让能源和食品价格加速上涨。 这对主要产油国和粮食出口国俄罗斯来说,却是一个好消息。 最近俄罗斯也很苦恼,因为卢布快速升值,这对俄罗斯的出口并不利。 因此俄罗斯准备大量购买人民币,以稳定卢布的汇率。 应当说这对人民币来说,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 同时由于美元走强,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了影响,这让他们的购买力大幅下降。 这种情况下美国竟然想把芯片全部搬回美国生产,彻底孤立中国。 现在就让拜登试试,看看美国、日本、韩国和台岛生产的大量芯片,最后都能卖给谁。 美国想收割全世界,最后很可能也在收割他们自己。 因为不断走高的利率,也快让美国政府破产了拜登兜里的美元,已经付不起利息了。